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今天的动力能源哦 前方斗战 地球村 小朋友 你开学了吗 8月底9月初 世界大部分国家都迎来了开学季哦 同一个世界 同一种开学恐慌症 不过不同国家的学校 都拥有自己独具特色的 开学季迎接方式 帮助小朋友们快速融入学校生活 现在就跟着我一起了解一下 不同国家的学校 是如何帮助小朋友们 拥抱新学期的吧 1.美国 美国是没有统一开学日的 就首都华盛顿来说 8月20号左右 基本上大部分的公立学校都已经开学 为迎接新学期 美国校方会精心策划开学日活动 除了有类似于中国的 新学期大会 他们还会采用时下最流行 和最热门的玩具 图片 或者用儿童节目主人公形象等 来和小朋友们互动 让小朋友对校园产生浓厚的兴趣 更年级的老师们也会下一番功夫 把教室布置的独具特色 感觉像回到了小朋友自己的温暖小潮 除此之外 在开学的第一天 老师也会和家长一起制定一份学期计划 老师会给家长一本 老师 家长日志 通过这本日志 记录小朋友在学校和家里的种种表现 共同关注小朋友的发展 在新的学期里 帮助小朋友们养成好的习惯 2.芬兰 芬兰奉行的教育理念是 学校的重要职能是传授给学生 在未来生活中所需要的关键技能 这些技能不仅是独立思考 与终身学习的能力 还包括适应多元环境与文化的能力 以及应对复杂局面时的积极心态等等 因此在开学季 芬兰的大部分学校都会组织一些校外交游 或者参观博物馆等实践活动哦 让小朋友出去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玩耍 而是从一进校门开始 就能感受到学习知识 拓宽视野的乐趣 更重要的是 让大家能够在团体合作中相互学习进步 在与人的沟通中提出个人的见解 3.比利时 比利时的中小学没有任何假期作业哦 所以在比利时开学的第一点 大家讨论的不是作业做完了没 参加了什么辅导班 而是开展一场假期分享会 一起分享自己的旅行经历和日常见闻 像暑假去哪个城市玩了 撒哈拉沙漠真的非常热吗 埃及金字塔是怎么样的 这些话题是比利时中小学生 开学第一天常见的绘画内容 每年中国驻比使馆协助比利时华人专业协会 组织华裔学生到中国各地开展寻根之旅活动 每次都吸引大批旅比华人和华侨子女参加 参加寻根之旅的华裔学生所分享的经历 经常是各学校开学分享会的主要内容 4.俄罗斯 俄罗斯的开学季非常有趣 而且仪式感失足 和我们国家一样 他们也会有开学典礼 但是鲜花和蝴蝶结 是他们国家开学典礼上的必要元素 孩子们要把手里的鲜花献给敬爱的老师 所有女生都要在头上绑上白色的蝴蝶结 典礼过后 要有一名高年级的男生将一名低年级的女生扛在肩上 女生手里拿着大铃铛穿过人群时 女生要把铃铛咬响 寓意着新学期的开始 听起来是不是非常有趣呢 5.法国 法国中小学秋季开学日是每年9月的第一个周二 对于法国的家庭来说 开学第一天非常重要 一些大型的企业还会给家长放假陪孩子入学呢 在法国入学的第一天 通常没有隆重的开学典礼 孩子们只需要半天的时间和老师同学熟悉 其余的时间主要是去图书馆借书 法国的学校有一个非常好的教学传统 那就是教科书循环利用 小学生和初中生都不用买书 只需要去图书馆借 在一个学期结束后再还回到图书馆 这种制度在法国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了哦 6.德国 德国许多学校都有隆重的开学典礼 尤其是小学一年级 其开学典礼相当于中国人的满月 家长们会格外重视这一天 除了给孩子挑选书包文具之外 还有一个关键的环节 就是给孩子准备入学礼物袋 这个入学礼物袋像一个大型的冰淇淋卷筒 在当地也被称为纸喇叭 里面有各种秘密小礼物 在开学典礼这一天 家长要陪着孩子一起参加 孩子们穿着漂亮的衣服 抱着纸喇叭 气氛相当活跃 小朋友 你最喜欢哪个国家的开学祭活动呢 历史上的今天 小朋友 你了解抗日战争的历史吗 在1945年的9月2日 日本天皇和政府代表 外务大臣崇光魁及军方代表 参谋总长梅金美智郎 在美国海军战略舰密苏里号的甲板上 签字向包括中国在内的盟国无条件投降 徐永昌代表中华民国 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确认 9月3号 日本与南京向中华民国政府递交投降书 国民政府规定 自9月3号起放假三天举国欢庆 并通过决议规定从次年开始 每年的9月3日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1949年12月23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 政务院制定的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中 将8月15日定为抗战胜利纪念日 但此法只推行了一年 1951年8月13日 政务院发布通知 本院在1949年12月23日所公布的 统一全国年节和纪念日放假办法中 曾以8月15日为抗日战争胜利日 查日本实行投降 系在1945年9月2日 日本政府签字于投降条约以后 故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应改定为9月3日 重新将抗战胜利纪念日 定在了每年的9月3日 1991年国务院修订颁布的新办法中 沿用了这一修改后的纪念日 现在在台湾地区 这天仍被定为军人节 用意纪念抗战胜利哦 今天的天下之旅就到这里啦 你也可以把新鲜事分享给小伙伴和家人 如果你对某件事情感兴趣或者有疑问 可以关注公众号 熊猫天天讲故事进行留言 我们会回复你哦 我们明天再见呀